探讨为何实体店被电商电子商贸通过网购逐渐取体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电子商贸已经逐渐改变了我们的购物习惯 对实体店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能力 就我个人而言 我以前几乎不曾在网上购物 但近年内我渐渐转向了网上购物 这种转变的原因有许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网上商品价格通常比实体店更具竞争力 有时甚至便宜数倍 举个例子 最近我需要购买一款名为Dyton的营养补充品 我在一家星月良好的网上名售商 找到了一个与实体店商同品牌的Dyton 每瓶有60粒 售价只有51港元 而我随后到当地一家银所约店尋找商同的产品 却发现他们售买的Byton只有30粒 价格高达156港元 尽管这两者都是欧美国家生产的 但价格差距巨大 我推测者是因为电商可能以更低的成本运营 并且不需要支付高昂的店租金 因此能够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然而网上购买并非没有风险 在选择购买网上商品时 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商业不顾 确保所选的网店具有良好的商与 你可以查看该网站的评分 并了解是否有朋友或亲友曾在该平台上购买 价格比较 在下单之前 请比较网上和实体店的价格 产地 产品内容 以及提供的秀前和秀后服务支援 同一不订单在不同的网店 可能会有不同的优惠和服务 送货或退货政策 拓保未解送货所需的时间 以及货品是否可以退还或更换 有时候 货比三家是很重要的 这可以帮助你做出明智的选择 以上是我个人转向网上购物的一些原因和注意时刻 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 为什么实体店正逐渐被电商所取代 首先 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一些原因 轮近地区的竞争 近年内 电商在轮近地区迅速发展 这对当地的实体店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电商的便利性和廉价运形模式 使其成为许多消费者的首选 进一步削弱了实体店的生存空间 高昂的地价一直以来 本地政府实行高昂的地价政策 这使得物业地产变得极其昂贵 店租金的高昂成本最终转价吸了消费者 使得实体店的产品价格变得较高 难以与网上竞争 高薪酬成本 由于店经营者需要支付高昂的租金和物业成本 他们也必须支付较高的员工薪酬 以吸引和保留优秀的员工 借增加了实体店的运营成本 进一步影响了商品价格 消费模式改变 新冠疫情对消费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封锁和旅游限制使人们减少了外出购物的机会 推动了他们转向网上购物 这种转变对实体店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一些店甚至不得不倒闭 总结来说 网上购物的崛起对实体店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价格竞争力 便利性 以及多样的选择使电子商贸 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同时 高昂的地价 租金和员工薪酬成本 使实体店面临经营上的重大挑战 虽然实体店仍然在市场上存在 但他们必须不断适应变化 取新的策略来应对电商的竞争 例如 一些实体店开始将网上和实体店面相结合 提供网上订购和取货的服务 以满足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需求 此外 提供独特的店内体验和个性化的服务 那可以帮助实体店吸引更多的顾客 总之 电子商贸的崛起 确实对实体店产生了影响 但实体店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机会 他们需要不断创新和适应 以保持竞争力 提供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 吸引顾客并在市场中生存下去 无论如何 电商和实体店都在共同努力中 塑造了现代构物的多样性和便利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